本节目由印象历史原创出品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不是三国 而是发生在大唐王朝末年时候的事情 大唐王朝末年 天下也是一片混乱的局面 各地的起义军纷纷涌现 进入了中国最黑暗时代 那个时代短短的五十多年里 换了十几个皇帝 这些皇帝几乎都是军阀出身的 在天下混乱的时候 军阀们都是拥有着军事力量的人 而且还能甘心一直做别人的手下 所以一定选择起义 可是上尉没有多久又被打败了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件事 就是其中一个有点类似军阀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后汉时期的 和中节度士李守珍 他这个人一点忠心也没有 完全是墙头草类型的人 每一次只要感觉不对劲 就根本不会反抗 马上崛起小白旗 这样的一个人注定不能干什么大事的 可是他却一直怀着一颗不安分的心 只是没有足够的胜算 不敢随意的反抗 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因为一个算命的话 给了他信心 算命的说 他的儿媳妇有当皇后的面相 他听到以后就觉得自己一定能当上皇帝 就马上起兵造反了 只是没想到 后来他的儿媳妇改嫁给别人 而改嫁的那个人才是当皇帝的人 在他刚造反的时候 后汉的小皇帝就派了武将去打败他 谁知道这个李守珍因为实在是太害怕了 本来也没有什么带兵打仗的能力 只能一直守着城池 不怎么敢去进攻后汉的城池 也不敢太过强烈的反击 最终当然是一个失败的下场 李守珍被杀了之后 他的儿子也知道自己没办法再活下去了 反抗已经是没有用的了 就想着和自己的妻子一起自杀算了 也省得被别人侮辱 可是他的妻子 福士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本来就出生在高官的家里 懂得很多事情 这个女人就把自己给藏了起来 她的丈夫找不到她 以为她已经死掉 或者是已经离开了 便自己自杀了 福士虽然躲过了丈夫的这一劫 但还是被攻进城里的将军发现了 将军见他很不一样 就把他带回家里 任他当干女儿 刚好这个将军的义子 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他就成全了他们二人 后来柴蓉推翻了厚瀚的统治 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成为了皇帝 而他的妻子福士也成为了皇后 这不离让我们想到最开始那个算命先生 跟李守珍说的话 也实在是算得太准了 算命这个职业 不管在中国的古代还是现代 总是有人很相信不怀疑的 他们给出来的结论 有的时候真的很准 可是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 突然想到一个故事 说以前一个算命的给两个孩子算命 说一个孩子长大会当乞丐 有一个当状元 结果算回当状元的 被家里人过度的宠爱 长大变成了乞丐 另一个小孩子 他不相信自己就是当乞丐的命 很努力的读书 结果当了状元 我们现在的人们 就应该学会用自己的眼光 去看待最终的结果 不能一味的相信算命的话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本期节目 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有趣的故事 请关注印象历史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关注印象历史